你趕著一趟 你趕著一趟 我就懷疑你 懷疑我 你不能懷疑我 男子背著背包 在馬路上和對方不斷叫囂 只能靠著遠景局中協調 要求他離開 這才終於將他趕走 但他擾人的行徑 不只這一樁 住家大門盆栽都被打破 旅門也整個被砸到變形 女子家屬感嘆 遇到恐怖情人 連整個大門都頂全部喚醒 花盆拿著就撞了 腳就沾了 被指控的男子 不只到住家大搞破壞 之前還曾經搭乘計程車 到女子家人開設的工廠騷擾 就在大馬路上不斷叫囂 甚至還對女方家屬出言不遜 講的話的口氣 就是跟流氓是一樣的 手一直放在口袋 因為我們也不敢親近他 因為我們不知道他手裡面 拿的是什麼樣的東西 翻開時間軸 兩個人八月份 在臉書上認識 但是相約見面後 女方認為照片跟本人差太多 拒絕交往 隨即男子就以語音訊息恐嚇 9月初陸續到公司騷擾 這個月初還到住家 和女子父親發生口角 甚至持刀破壞住家大門 讓家屬不堪其擾 我就說我沒教他 他又一直這樣被我亂 最近又亂到我們家 你不要在家裡拿到 你吹什麼 你吹什麼 手機裡滿是恐嚇的語言訊息 讓人真的好害怕 不過對此男子態度坦然 認為是對方先派人跟蹤 他才會做出反制 要求女方趕快提告 讓人摸不著頭緒 只因為追不到 就出言恐嚇暴力相向 這樣的恐怖情人 真的是女子 最不想遇到的可怕惡夢 記者姚立強廖文斌李嘉明 雲林新北市報導